粉絲蒜蓉蒜蓆 Hello 大家好 我是George 今天會為大家做一個很簡單的粉絲蒜蓉蒜蓆 大家都吃過了 不過家裡煮怎樣做呢 都做一做給大家看 我今次會買了這一種 是一個日本北海道的蒜蓆 其實挺好的 它已經開了 我們只需要把它解凍 然後拿出來煮就可以了 現在首先會把它解凍 另外會準備一包粉絲 還有蒜頭做蒜蓉 開始之前請訂閱我的頻道 點讚和按全部通知 就會收到我全新的影片 開出來就是這樣的 我今次買了這隻扇貝 它不錯 通常扇貝裡面 這裡會有一個黑色的沙囊 開出來之後 它本身已經清潔好了 所以處理的時候也比較方便 現在如果看到它黑色的位置 也可以把它剝掉 譬如像這些位置一樣 黑色的 把它剝掉 我們就可以開始拿去煮 好 接著粉絲要把它拆掉 然後把它浸一浸水 我們要把它浸淋再拿去蒸 現在先浸一浸水 如果想快一點的方法 可以直接拿去煮 煮淋 如果有時間就拿去浸 接著會拍幾粒蒜頭 切成蒜蓉 好 因為粉絲 我想它蒸起來軟一點 所以我現在會先用水 把它煮軟 因為軟一點 蒸出來會更好吃 對 煮得多軟 直接煮得好像麵一樣 感覺是要軟的 大概煮兩三分鐘左右 好 大約煮了一兩分鐘 對 接著現在我們可以把它撈起來 把它撈起來 就是這樣 它已經變成透明和軟 好 現在我們在上面加少許調味料 加少許鹽 不用太多 就少許了 它已經熔了雪了 加少許鹽 隨便加少許 另外我想它更香 就加些黑胡椒 加上去 好 加上粉絲 在外面 每隻再加少許粉絲 上去 好 粉絲 再加完下去 蒜蓉加上表面 喜歡吃蒜蓉可以加多一點 這樣會更加香 就是這樣 一會兒蒸完之後 再淋蔥油上去 這樣就完成了 現在拿去蒸 現在會拿去蒸 大概6-7分鐘左右 好 整盤放進去 對 接著呢 蓋上蓋上去蒸 好 時間了 先打開給大家看 嘩 超美 好 看到粉絲已經蒸到淋了 和扇貝已經蒸熟了 現在會加少許醬油和糖上去 然後蘸少許醬油上去就完成了 好 上面加了蔥花 然後準備一隻碗 然後塗少許糖 放進去 然後我呢 半茶匙的糖 對 接著呢 2-3湯匙的醬油 這是生抽來的 那我們呢 會把它攪拌均勻去 醬油 攪拌均勻去 接著呢 就會淋在表面 全部淋少許 放進去 接著呢 最後呢 會在上面加分些燭油的 對 對 在上面加分些燭油 好 攪拌均勻去 好 攪拌均勻去 今天的分享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試一下這個食譜 還有最緊要點讚訂閱 還有可以留言給我 我們下一條影片見 拜拜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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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